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师傅今天要做这个鸡丝五酥 对对对 我们先把这个热水烧开 那热水烧开以后 我们就第一个先把它关掉 我们准备了这个鸡胸肉 这个我已经切丝的鸡胸肉 然后腌制就是盐 胡椒 然后香油 然后太白粉 就这样子 然后加一点米酒 然后我们用所谓的泡熟的方式 因为等一下还要炒 所以我们先把水大量煮开以后 然后我们就放在网子上面 然后把它搅散 然后利用这个水温 因为我们鸡肉来讲 就是它在72度就熟的 所以呢 现在是100度 那东西食物进去 它还有80度 90度左右 所以我们用浸泡的方式 因为等一下还要炒 我们先把这个鸡肉放在这边 然后另外这一锅呢 我们开始来炒这些蔬菜 那这些蔬菜主要就是 比较属于利尿型的蔬菜 就是萝卜 黄瓜 这些都是比较利尿型的 但是你炒的时候 第一个先要就是把那种 有颜色的 像这个有茄红素的先进来 有胡萝卜素的 有茄红素的这些东西先进来 稍微给它拌炒一下 好 我们的锅热油 先炒的是胡萝卜丝 那今天还有白萝卜丝 对对对 也有这个黑木耳丝 然后蛋皮 那这个是番茄切丝 番茄切丝 这个是 那是黄瓜 大黄瓜 大黄瓜以后我把它切成丝 然后每一个像这种 有茄红素胡萝卜素的东西 你一定要就是油在的时候先炒 然后再来就番茄 那我这个番茄是比较属于黑式品种的 就是会比较酸一点的这种品种的 好 那我们现在炒过以后 开始把会出水的东西放进来 萝卜 萝卜放进来 拌炒一下 然后黄瓜 这是大黄瓜 你用小黄瓜也可以 萝卜 白萝卜 黄瓜这种 它又所谓就是闽然话讲 那个菜气味 就是菜的那个味道 来的特别的辛辣 特别的重 所以你炒过以后它灰花掉就好了 对 它反而就变成甜 而且这一道菜是吃脆爽的 吃脆爽的 所以你不要煮成那种像萝卜汤一样 那个萝卜入口即化 就没有要做到那么乱 对对对对 它是吃脆爽的 好 所以你只要去生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就是 黑木耳 把我们的黑木耳 大量的黑木耳放进来 然后拌炒一下 在黑木耳在拌炒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刚刚 你看我现在这个鸡胸肉的状况 我现在挑起来 它都没有生的对不对 对 它都没有生的 那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在水里面 稍微清洗一下 然后把那个水沥干 再把鸡胸肉放回来 鸡胸肉放回来 然后呢 再把我们那个 我先事先做好的蛋皮丝 放进来 稍微给它拌炒一下 好 那我们来拌炒它 那同时间我们柯师傅的这个鸡丝也好了 对 其实我们 你看我刚刚没有加任何一点水分 那因为我们那个萝卜黄瓜都会出水 所以它稍微拌炒一下 焖一下 它水都出来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再放上一些盐 好 那我们的调味可以很简单 灼亮的盐 对 我们放上一些盐 灼亮的白胡椒 然后呢 胡椒粉 胡椒粉 然后呢 最后呢 淋上一点香油 然后放上香菜 那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我觉得吃这个很厉害 它每一条 每一个食材都切得很细 所以吃起来就很臭臭臭 那种感觉 口感非常好 我刚吃的感觉 有一点点像 那个酸辣汤 切成一丝一丝那种感觉 但是没有酸辣的感觉 就是口感很好 口感很好 然后很清爽的口感 尤其如果喜欢吃NC的朋友 加NC 那味道完全不一样 很典型的台湾味 所以我觉得非常好吃 非常入口 那现在回到这个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 其实天气冷 我们刚刚调到血压 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其实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血压的这个控制